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朝汉族在保留了国脚的习俗 故而在某些地区有取膝看脚的习俗 汉族男人认为女子三寸金莲最美 行动中若不禁风 最是娇媚 二是看中女子的才华 清朝女子同样讲究得容颜公 女子在深规之中会学习女红和离家方法 当女子嫁到南方家中之后 需要替丈夫在父母身前尽孝 负责管理家中儒仆 银钱米粮购买等 一些小户人家 妻子还要负责给丈夫及家中长辈缝制刺绣衣服 负责家中一日三餐等 所以一个女子是否贤惠 也是男方考虑的重点 三是看中女方的门第 清朝女子虽然社会地位低于男子 但在婚姻上 若能求取高门大户家中的嫡女为妻 依然能为男子的仕途加不少分 清朝婚礼夜雨秋登录中 就曾描写了一段婚姻 在南京有周氏少年 家中几世行商 积累了不少的财富 少年自幼熟读四书五经 小小年纪就出口成章 被整个家族夸耀 周氏少年行称人礼那日 当地有名望的官家 商家都前来道贺 成人礼刚过 就有没人前来说情 其中南京之府有女 年十四传闻词女自幼聪慧乖巧 诗词歌舞也都精通 周府在接到没人的消息之后 与族中长辈几番好凉 不日就请了当地的官媒 拿着男子的生辰八字 到女方家求情 经过纳采 问明 纳吉 纳征 请击 亲领完整的六礼之后 周氏少年的婚姻就此定下 夜雨秋登陆 清朝女子宅序 同样从三方面相看 一是男子形象 一家豪女百家求 男子看重女子的娇媚 女方家自然也喜欢女婿的俊了外形 但除此之外 男子的形象还包括齐面相 天津张富自幼失去双亲 跟着叔叔 生活 后来因考取公民在京城做了欺骗小官 张富相貌俊了 举止有礼 但因其自幼失去双亲 家族中的势力就有些单薄 京城内的一些大户人家 并不愿意将自家子女嫁给他 直到张富在京城郊外的寺庙中求的一仙 千文言明张富在官场上必然有所成 此消息放出后 其婚姻才有了着陆 二是看重男子的贤语才 亲人对这一点是非常看重的 实书所在甚多 夜谭随陆中曾写 上书所成同县的张义 年十三 只是县里的一个小牙医 但知县觉得张义贫而好学 且有青云之志 赞叹其事一 为了一块图语 若经过雕琢 必然能成大器 于是 将自家小女下嫁 成为当地又名的佳话 清朝 也有不少西台 爱才之辈 他们会演别具 能识人于草莽之中 若这些人遇见世间良才 多会趁此以婚姻缔结 这样的情况 即使用当今的眼光来看 也没什么不好 三是看重男子的门第 清 朝的婚姻在某些情况下 带有政治色彩 有些官员会为了政治目的而联姻 尤其对于身份高贵的女子而言 他们的夫婿自身的身份 乃至其整个家族的势力 都必须与女子家门当户对 这也是可怜天下父母用心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 可以过得好一点 毕竟在清朝 女子出嫁后 一切都要听从夫家的安排 而能为其选择一门好婚事 也算得上是父母对女儿幸福生活最后的保障 家法 父母之命 门第之鉴 对于婚姻的影响 达到了顶峰时期 亲人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 这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决定的 像福生六计中 沈父与陈云的爱情只是特例 福生六计不仅平民 即使皇家和贵族子女的婚姻 也向来由皇帝或家长包办 并且大多出于政治的考量 毫无自由可言 在现代人看来 婚姻是双方的事情 婚姻无关社会地位 经济财富 只要双方三观一致 性情相合 那 我们就可以白首一生 在清朝 婚姻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 夫妻之间的感情 更多的是由两个家族之间的共同利益维系的 不可否认 清朝的婚姻虽然少了花钱月下的浪漫 少了浓情蜜意的瑕疵 但在那个大环境下 这种一居门地选择的婚姻 因为双方社会地位的对等 整个大社会环境对男女双方的约束 婚姻反而多了一些稳定 总之清朝的婚姻 在其途经和目的上 已经打上了鲜明的封建社会露印 这种依靠父母之命 门当户对的婚姻 虽被赋予了太多的经济 政治目的 却也成了当时最可靠的一种婚姻形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